接下来这个消息也跟马斯克有关 他18岁的儿子塞维尔·亚历山大马斯克 日前变姓 并且向法院提出了性别 还有姓名更改的一个申请 借此要跟他的亲生父亲 也就是马斯克断绝关系 而儿子塞维尔将改名为 维维安·詹纳·威尔逊 那么说到了马斯克一共有7个孩子 分别是跟贾斯丁·威尔逊所生的5个子女 还有跟电音歌手女友所生的一对儿女 另外来看看运动用品大牌迪卡农 6月27号开始 他们要暂停关闭在俄罗斯所有的一个门市了 迪卡农的解释是说 因为有一些外部条件的关系 导致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商品的供应是正常的 所以就暂时要关闭门市了 消息传出之后 很多俄罗斯的消费者爱用迪卡农的人 马上去门市大买特买 而门市的货架上也马上被清空空了 再来看看这个美人鱼不只是童话世界的幻想哦 这么漂亮的一个身段呢 还可以当作一项健康的运动 因为在南非就出现了全国第一间的人鱼学校 那么学校上课的课程 就是要训练这些学生模仿人鱼的生活为主 所以设计了一系列的一些运动 学校也希望至少能够训练出一名参赛者 在2023年的时候可以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美人鱼锦标赛 那他们甚至还希望说这项赛事可以接下来纳入奥运 其他的消息来关注到新梦邮轮环球梦号 被称作是德国造船史上最大的邮轮 原本今年要首航的 但是母公司云顶旗下的这个德国造船厂倒闭了 快要完工的这个环球梦 还有环球梦二号首航之路 现在可是遥遥无奇了 discouraged 环球梦 一个适合 二七八一一冷 所以来做吗